暫停有一條新聞是 我們的總統 副總統被指控 你們在總統裡面 偷偷打BNT的一個疫苗 結果總統跟副總統都否認 可是就我來講 總統跟副總統 本來就應該打最安全的 本來就應該打最好的 我現在看到的事情 我嚇壞了 是我們的總統跟副總統 居然還沒有打疫苗 我就問一個問題好了 保健哥 總統出門坐什麼車 很多人問我說總統什麼車 我這個牌子不要講 四個圓圈圈的 防彈車 而且他不但防彈還防暴 如果今天總統遇到任何的狙擊 雞爪釘或是拿槍開他輪胎 保健哥你知道那個輪胎 熱熔膠五十到七十公里 他還可以繼續開 直接把輪胎刺破 他還可以跑 為什麼 因為反斬首 一定要保護總統 車是防彈的 輪胎是防暴的 旁邊有這個賀槍 實彈的隨後人員 拿起來的公事報還可以當子彈 總統的官邸跟總統辦公室 這不知道是不是機密 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他裡面都有強化鋼板 連坦克車來打打不進去 假的 為什麼 為什麼 總統府為什麼要這樣保護總統 因為國安特勤條例 他是國家的元首 一定不可以有任何差池 對不對 那現在倒回來看 疫情這麼嚴重 很多人隱形缺氧 三天前還在笑 三天後怎麼已經不見了 那這種時候 總統府其實有回答大家 還開放記者去拍 總統官邸附近的所有 這些憲兵警衛 中衛內衛外衛全部都打了 都打了 大家都打了 就總統一個人沒有打 那這個怎麼對 總統把自己的手藝 真的要留給國產疫苗 保健哥你懂我意思吧 因為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就公開問三個人 我不是要挑釁 我就公開問 因為我以前跑總統府 我知道這個方面 第一個國安會的秘書長 國安會秘書長 總統要開國安會議 旁邊的那個幕僚長 就是國安會秘書長 顧立雄 顧立雄 他打了 你今天國家的狀況是這樣 身為三軍統帥 身為國家領導人 還是民進黨黨主席 他沒有打這個事情 他會去民進黨 對不對 你今天 你今天不會擔心嗎 龍蛇 找什麼人都有 國安會的秘書長要幫總統 運籌 維臥要開會的人 你不擔心嗎 就你自己打了嘛 因為顧立雄打了嘛 憲兵打了嘛 隨乎都打了嘛 連那個總統府門口的憲兵警衛都打了 特勤中心裡面的這一些 包含侍衛長 你的責任就是保護總統 有人要來對總統 不過你我還要去擋子彈 對不對 那你能幫總統擋病毒嗎 不能嘛 對不對 你今天為什麼會讓總統 沒有打疫苗 還繼續每天這樣跑透透呢 你知道總統跟副總統 不能坐搭同一班飛機 不能搭同一台車 他們兩個甚至盡量少 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為什麼 我要保護 結果我們的總統副總統同時 都沒有打疫苗 然後留給國產疫苗 好 那剛把這個講的 就是我的最後一個結論 總統不打副總統可以打吧 因為副總統是備位元首嘛 你今天總統把手臂留給國產疫苗 副總統去打莫德納 把好的疫苗先打好 當一個稱職的備位元首 一旦如果總統生病 我不是說生病就會怎麼樣 因為生病可能要治療 你看到川普去了以後 也打了那個 就是這個單株抗體 他也就回來了 這個時候至少能確保總統跟副總統 有一個人打了有效疫苗 這樣才是對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總統副總現在目前兩個人都沒打疫苗